大吼Tim哥 今天是11月8号 礼拜三 来看我哪餐的科技有报 本影片由杰生通信赞助播出 我们来看第一次 Google的Pixel 8系列 它双击的旗舰其实在10月上市 哪有很多的AI的新功能 那目前呢 Pixel 8 Pro在DXOMARX的 那个相机的项目当中 就是那个评比网站 它拿到全球第四奖 仅是于华为的P60 Pro 还有苹果的iPhone 15 Pro系列 也就是说 现在以台湾来讲 安卓手机的话 它就是最强拍照的话 那另外一款的Pixel 8的相机 也曾经也出炉了 148分 然后呢 全球排到第九名 那赢过iPhone 15 iPhone 15 Plus 三星的S23 Ultra 那iPhone 15跟iPhone 15 Plus 目前在榜单是并列14名 那三星的S23 Ultra 只排名到20名 那Google Pixel 8 你也知道它配置5000万画素的 观众主镜头 以前的马王画素的超广角镜头 对比呢 Pixel 8 Pro少了 变焦镜头 那它的点评就是说 因为呢 它的相机的优点呢 拍照呢 足以呢 跟当前的一些旗舰机 相比啦 只是很可惜的 没有变焦的专用镜头 所以分数 两支手机 我认为其实都还蛮高的 而且接下来三星 在明年的 可能过年前 会有S24 新机会发表 所以 我觉得S23 Ultra到现在呢 这样子已经是蛮强的了 看第二则 苹果在今天紧急释出了iOS17.1.1的版本 那主要呢是抢 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贴 我要先讲一下 因为我的手机已经是iOS17.2 那它这次呢 其实是要抢修两个bug的灾情 那其中一个跟NFC的晶片有关 那最严重呢 可能会让iPhone出现的白苹果 那怎么说呢 它这个第一格的修复呢 就是因为呢 你用iPhone15 使用特定的汽车 无线充电以后呢 会导致NFC跟Apple Pay的 这种感应功能失灵 那外面有报道说 主要灾情集中在B&W的车主 还有网友回报说 遇到手机有进入白苹果的状况问题 也是因为呢 这个的小bug 那第二个的更新呢 是解决天气的锁定的画面小工具 显示异常 原来版本呢 无法正常显示降血 那如今呢 iOS17.1.1的真是修复 它是在小版本的更新呢 那我认为 接下来的iOS17.2 的那个版本更新 应该是在月底或12月 所以大家可以等待一下 因为还蛮多功能的 到时候我再拍给大家 跟大家来分享 看第三者 大家好 苹果呢其实目前正主手开发 2024年的各产品的新的软体系统 iOS 18 iOS 18 但彭博社有爆料说 因为现在现有的软体的bug 漏洞太多 苹果又曾经下定工程中 暂停新功能的开发 全力抢救旧版本的一些修复了 那据报道就是说 苹果的那个软体的主管上桌指示说 你要先专注改善现在的软体的问题 导致了新功能的开发停摆了一周 这个苹果呢其实是很罕见的情形 那苹果在上个月已经完成了 iOS 18 iOS 18跟iOS 18的第一个开发版 那内部呢称之为M1 推迟了M2的启动工作 那包含了iOS 17的更新版 iOS 17.4也暂停喊咖 那不过呢本周呢 已经恢复了新软体的开发了 延迟一周 但对于明年呢 WDC的发表呢 这个排程呢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啦 好啦 我觉得 赶快把bug修一修啦 有一些人在观望的 搞不好也会因为这样就来买了 好 今天晚上一样有影片 往上见 好 今天晚上一会儿 睡着了 没什么时间 睡着了